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茶馆见面 这就是万载人的快乐 每天清晨六点半 郭兆明会准时打开店门 茶馆 茶客们来来去去 但对郭兆明来说却是生活的全部 七点钟就开始我们这个事业 一年365天 雷打不动 在这里 茶点是绝对主角 扁蛋糕 油瓷 开口笑 卷饼 这些佐茶点心大多以糯米为主要原料 以炸为烹饪方式 他们可是万载人的最爱 茶点必须现做现卖 郭兆明每天最先炸制的 是当地特有茶点 扁蛋糕 南瓜 糯米 白糖被揉成光滑面团 手势最给力的擀面杖 恰到好处的力度 让面团成为一根扁蛋形状 切成小块 排好队形 扁蛋糕们准备前往油锅中 领一身金黄盔甲 油炸增香 软糯扛饿 这就是身受万载人喜欢的 传统茶点扁蛋糕 手指轻轻一推 糯米团子就裹上了一件新衣裳 指头一按一捏 红糖馅就藏入面团 油炸出锅 在广东它叫尖堆 在万载它叫油瓷 一口点心 一口茶 这才是万载茶点的正宗吃法 这里的茶馆泡茶不用茶壶 而是用大瓷碗 于是得名大碗茶 碗内有陈皮 黄枝子 淡竹叶 蒲公英等多味清凉去火的中草药 万载人对茶馆的钟爱由来已久 明朝末年 福建广东两省遭受自然灾害 人们不得不离开家乡 来到江西的万载令山种麻 客家人将无茶不欢 以茶代客的习惯和佐茶糕点的做法 带到了万载 清朝末年 万载商业繁荣 花炮 夏布远消全国各地 商户瞄准时机在闹市开设茶馆 商骨在茶馆洽谈生意 劳工在茶馆稍作休息 长此以往 茶馆就成了万载人离不开的地方 若是男女相亲 介绍人就会约上两家人到茶馆喝茶 点上茶点再来几碗茶 一段美好的姻缘就从茶馆开始了 茶馆文化在万载 虽未真正经历万载 但在几百年的岁月流转中 成人之美的饮茶风俗 却伴随着一碗碗茶水绵延至今 浩客的郭兆明送给第一次来茶馆的外地游客 一份卷饼 想要吃到一桌地道的万载茶点 卷饼不容错过 这个卷饼在我们小时候比较测试 往外面找的那些油脂 回来它基本上这个卷饼是必须的 与其他杂质的茶点不同 卷饼靠烙 一盘合格的卷饼 要兼具完美的颜值和丰富的内涵 在面糊与平底锅相见恨晚的那一刻 就要用万粒带动小竹片 将面糊快速摊开 直至面糊与锅充分相拥 这个锅一定要均匀的乐 这是一个关键 既要耐心 而且要信心 如果你有一个不留神 这个煎饼就糊掉了 鲜饼时不能着急 铁铲开边 力道均匀 手指轻捏 一气合成 饼皮完整 薄到透光 稍不注意就会功亏一篑 但几十年如一日的熟练度 让郭兆明从不失误 接下来 黄豆粉与混着芝麻的白糖 共同构成了卷饼丰富的内在 抹上厚厚一层馅料 实实在在地卷起来 这就是万载茶馆中的卷饼 这个卷饼 在我们小时候 跟我爸爸就是吃过一只 我们中族有十几年 这个东西没出现过 后来我开发这个之后 我们这个年龄段 或者说大一点年龄段 蛮肥味这种味道 郭兆明让卷饼重出江湖 成全了几代万载人 对于卷饼的念想 一道道茶点 一点点心意 郭兆明用老味道 守护着万载的传统 如今 茶馆连接着万载人的情谊 茶馆在 万载人相聚的地方就在 把生活的全部献给茶馆 郭兆明一直在成人之美 茶馆珍藏着万载人的记忆 慰藉着万载人的心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在万载临县一风 这里全然没有茶馆的踪影 也没有现做现卖的茶点 但这里有彰显代客之理的点茶 红薯干 迷糊桃干 酸枣干 青豆干 胡萝卜干 春笋干 这些果干或蔬菜干 在一风人心中不是零食 而是点心 他们经常作为喝茶的半品出现 所以在当地人口中 被叫做点茶 一风人家家户户 必备点茶 当有客临门时 主人家马上端出 各式各样的点茶招待 这是一风人的代客之理 主客之间 因为这些小小果干的助力 变得熟络亲近 郑书红经营着一家网店 专卖点茶 为了让家乡的特产和代客礼仪走出大山 郑书红开始尝试直播 网络那一头的顾客 虽隔着千山万水 也能感受到一风人代客的热情 然后我喜欢吃的宝宝 可以点点关注 如果不喜欢咸 那口味的可以选择甜味 对对 这个特别好吃 不吃的要及时冷冻 不是冰箱保鲜 是冷冻 冷冻保存 然后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解冻 直播结束后 他继续修图 写文案 为网店上架新味道 我做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因为十年前家里自己也没有电脑 然后那时候我就经常会去网吧 然后就是说到那里去学怎么开关机 所以说旁边的好多小孩子之类的 然后就看着我 因为到那里的话 可能是我年纪最大的吧 他们就看着我挺好笑的 有时候也会过来帮我 就教我怎么弄 所以说就慢慢地在那里 学会怎么开关机 然后怎么上网查资料这样的 郑书红生活在天堡古村 一栋栋明清干派建筑 一座座古脊 一条条古像 一脚一落 皆是风景 精心调整的灯光 反复斟酌的角度 独具一格的背景 认真敬业的摄影师 一切努力 只为打造今天的模特 酸铜感 又到了酸铜感出产的季节 把酸铜感的味道留住 是当务之急 母亲经验丰富 负责带路 酸铜感在山间自由生长 酸脆多汁 它是山里孩子们 唾手可得的零食 找到酸铜感后 母女三人各司其职 母亲采摘 正书红出镜 做主持人 这一根 你看 大家听到响声的吧 咔嚓一下 就淡了 好脆的声音 这一根是最好的 妹妹当摄影师 妹妹是正书红最得力的帮手 姐妹花组成黄金搭档 这让林里相亲很是羡慕 然后你们看 像这种三筒干 然后又长又细 长出好多叶子来了的 这就是很老的 然后直都直不淡的这一种 里面洗丝的这一种 这种晒出来的三筒干 就不好吃了 然后一定要选这一种 粗一点的 转一点的 然后你看 一直就淡 咔嚓一身的 像这种 露特别多 然后特别肥厚的这一种 这种晒出来的 就特别好吃了 这是我跟我妈妈 今天下午两个小时左右的成果 这样满满的一大宽 这个野生三筒干 它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长 好多都是长在这个深山里面 然后我跟我妈妈呀 两个人都走得气惨兮兮的 刚采回来的酸筒干 将在正书红母亲手中 逐渐褪去青涩的模样 超过水的酸筒干 需破开再清洗一次 洗去灰尘和酸涩的同时 也方便酸筒干散开心扉 让太阳照进心里 母女其心 其力断金 不一会儿 酸筒干们就得以在 风的怀抱中磊干水分 太阳是一封山里人的烤箱 一天后 酸筒干在阳光的烘烤之下 摆脱了水分的束缚 此时的酸筒干 离它成为味美的点茶 只有一步之遥 加入糖 盐 辣椒 点亮酸筒干的滋味 随后放入土灶 在蒸汽的浸润中 酸筒干要做一个两小时的梦 梦醒时分 四种味道融为一体 接下来由阳光接手 继续烘烤 我觉得我妈妈是我们村子里面的最勤劳 最能干的一个女人 她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对于母亲来说 能帮女儿们做些事 虽然有些辛苦 但是心里舒服 郑书红的父亲养了很多蜜蜂 为女儿的小店供应纯正蜂蜜 丰富女儿店里的一丰味道 妈妈一个电话 郑书红姐妹俩便回娘家取货 进门一杯茶 是一丰山里人家生活的仪式感 一丰天保人喝的茶叫果子茶 萝卜干 茶叶 盐渍菊花 盐浆 青豆 这些配料亲情加盟 共同演绎了一杯果子茶的精彩 配料一定要全 水一定要热 客人一定要喝完 再服以丰盛的点茶 这便是一丰人的待客之礼 果子茶原是客家人的创意 最初客家人在山中开荒伐木 果子茶可以快速为人们 补充能量和水分 酸酮感已经晒好 姐妹俩还打包了很多 母亲做的其他点茶 有一种幸福叫后备箱被塞满 大包小包皆是心意 母亲晒的点茶 父亲酿的蜂蜜 是父母对孩子的心意 为点茶做的一次次尝试 是郑书红让家乡味道走出大山的心意 点茶承载的不仅仅是郑书红 关于家乡味道的点点心意 更是宜丰人的待客之礼 茶点与点茶是宜春人生活中的年和祭 将心与心连在一起 然而在宜春的点心江湖中 点心不仅与茶相伴 还与祝福同行 提到宜春的点心 红薯丸子当然不能错过 在宜春 人们将蒸好的红薯 冲倒成泥 混入糯米粉 揉成小球形状后 下锅油炸 做成红薯丸子 虽步骤简单 但红薯丸子在宜春人心中 分量极重 宜春人不仅平时常吃 过年更是一定要吃 红薯丸子 承载着团圆甜蜜的祝福 是宜春人的年味 吃着红薯长大的黄金 对一颗红薯小丸子 展开了想象 黄金经营着一家蛋糕工作室 优质的材料和新奇的创意 让它在宜春小有名气 当红薯和黄金相遇 将会发生什么样的际遇 查阅资料 设计方案 把一些宜春人喜欢吃的食材 然后做在甜品里面 偶尔放松一下 更有助于找到灵感 黄金想把红薯 做成红薯蒙布朗 蒙布朗是一款 用栗子泥制作的法国糕点 红薯蒙布朗需要组装 它需要手指饼 红薯本体 焦糖奶油 红薯泥 红薯脆片 这五种零部件 需要一点点准备 这需要清晰的思路 我倒很享受这种繁琐 当这个甜品特别难 它步骤特别多 要有很多细节 要注意的时候 我是非常享受的 它越烦 我就越想攻克它 手指饼 蛋黄蛋白分离 面粉的选择 烤制的温度 在之前已经设计好 严格按方案执行 中餐太难了 中餐看那个方式都是适量 适量是怎么回事 其实那个甜点的话 它非常精确 它多少克就是多少克 做起来的时候 就像解数学题一样 这道甜品不使用白糖 而用焦糖增加风味 熬糖时 火候的大小不凭经验 温度计说了算 这个每天与甜打交道的姑娘 曾经历过 常人未经历的苦 生病 让黄金不得不在家休养 因为想吃蛋糕 闲不住的她 开始自己动手 前面肯定也是各种翻车 但是后面发现 很难吧 你反而就很想去攻克它 一天要做四五个蛋糕 然后朋友吃了之后 就觉得 感觉好像挺好吃的 比地里卖的还好吃 前面还是以娱乐为主 但是现在就是说 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来做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段在家无法出门的日子 让黄金找到了热爱的事业 那段看似不幸运的人生经历 让恢复健康的黄金 想要重新认真的再活一次 这边你帮我拿席子来 一张垫着一张包 我们试一下 看哪个考虚 像我更好 佩佩和成正是黄金的得力助手 这三个我们家对比一下 就一个放锡纸上面 直接垫着烤 一个就直接 直接放在烤盘上烤 然后另外一个 就把它全部包裹着烤 撒个锡纸 放的时候分开一点 不要放在一起 然后就通风了 半个小时的时候 定个当中 翻个面了 哇 好香 锡纸可以锁住食材的水分 最后只垫着一层锡纸烤出的红薯 以微焦的颜值和口感 获得了此次烤红薯大赛的胜利 选择一小段红薯 当作蛋糕坯 其余的 做芝士红薯泥 最后 炸至红薯片 红薯片是宜春仁 喜欢吃的零食 而红薯片 在黄金的工作室 也变得不一样了 那我就想要那种 很脚逸 很自然的感觉 像一个那种火焰 或者丝巾的感觉 然后我就发现 用那种刮脾器 然后这样刮出来的 每个大小不一样 舒展开来的样子 就很自然 带一切零部件准备就绪 已是傍晚 哎 妈妈 我在工作室啊 哎呀 做完了 我就是想把那个新品 后面有一点没做完 我不可能做到一半呢 现在又不晚 手指饼做鸡做 给软糯的红薯提供支撑 一层焦糖奶油加深 把红薯真身隐藏 再度一层芝士红薯泥 挑几片红薯片 点缀要错落有致 最后撒一层糖霜 甜点上的红薯片 犹如片片落叶 糖霜犹如初冬的一层薄雪 此时人们已经很难从视觉上找寻到红薯的踪迹 但从上至下一勺咬下 就能看到红薯甜蜜的真心 装饰点心的过程 黄金要反复练习 才能做到尽善尽美 一般在设计新品的时候 我就喜欢那种整块整块的时间 我不喜欢被打断 所以我就会一直在工作室 可能有时候就会忘了时间 今天 吓我一天 还这么多人呢 进来进来没关系 进来就是呗 不能这么晚你在干嘛呀 那个就是这个新品啊 不可能要做完呢 我猜你 你可能就没喝水 没吃东西 你每次都是这样的 你一忙 你就忘了 什么东西都不管不顾了 你正好 是我带来的水果 我是你创作的蛋糕 你要从上到下 一勺咬到底 里外都要有的 我还是要跟你提个小建议 你说 你对工作 真的是很认真 特别是在这个做蛋糕啊 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你能吃苦 但是你对自己的生活 你还是自己没有过得很精彩 要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看不了 而且你好脆弱 我怎么一点失败的 就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你一直都是四十多岁的样子 然后我突然有时候看着你 长了那么多皱纹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 妈妈居然这么老了 所以就希望自己更强大 可以照顾你保护你 搞得你 说就是 为了我这么累 美意我哪里好累啊 做母亲的都不是这样的 谁都是这样的 真情实感就是 每天就是这样的 你很好啊 你也很孝顺 继续工作 加油 妈妈的照料 让黄金恢复了健康 妈妈的支持 让黄金将爱好变为事业 为了让妈妈放心 黄金下班后 就去跳爵士舞锻炼身体 老板买鞋吗 帽子要不要戴上一个 车子的后备箱变成了衣帽间 我戴蛋糕了 来吧 这个什么口味啊 红丝绒啊 下面一个 我要是这个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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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爱上了唱歌 写歌 如果是楼下有一只懒猫 有时候她会走到我的门口 我会给她喂的蛋糕 这是黄金自己作词的一首歌 唱的是她对每一道甜点的在意 唱的是她对每一位顾客的祝福 更有对她自己的祝福 祝自己活得充实 活得炽热 一春人守护着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味道 让一春的点心 有历史 有岁月 一春人展开想象 大胆创造 让一春点心 有现在 有未来 点心 因为有点点心意 而变得滋味丰富 生活因为有点点心意 而变得生趣盎然